天平台风一个礼拜之内啊 两度袭击了肯定也造成下都饭店最引以为傲的这个专属沙滩 这个上面的沙流失殆尽 而饭店为了要填平流失的沙滩 没想到竟然雇用了挖土机 直接挖取了附近桥野溪出口的海沙来沙堆 但是呢这又可能造成另外一边海滩的流失跟出海口的地形改变 当地旅长气得向肯管处检举 要求下都饭店立刻停工不能再挖了 怪手在沙滩来来回回进行开挖工程 只见原本平坦美丽的沙滩 被挖的一个个洞坑坑巴巴 正是肯定下都饭店的沙滩 但因为天平台风肆虐 造成饭店前海滩大量流失 于是业者请来怪手 还挖附近桥野溪的沙子来填补 但这个举动却引起当地民众愤愤不平 我们的反应还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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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露营的民众气得大呛 因为当地居民质疑 业者为了做生意 开挖另一边沙滩来填补自家沙滩 这样的举动可能影响桥野溪出口 地形的改变 甚至影响游客在沙滩的同行安全 居民说这样的行为 根本是日早门前雪很自私 下都回应开挖整地 有向肯管住报备会堪 才会施工 只是说好的开挖地点 却超过肯管住的大应范围 现在肯管住要求全面停工 不允许沙滩再被破坏